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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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变好的时候 大家都会瞬间忘掉他以前的不好 当然用恶人来形容大强有点不恰当 但是其中的意思倒是差不多 当大强生生病之后 做出的一系列所有的举动 都在证明他的心里 其实最关心的还是这几个孩子 很多人看到这里的时候 再也止不住了泪水 哭得一塌糊涂 如今这部剧已经结局 但是大家却开始舍不得那个可爱的大强了 这部剧大结局后 网友们甚至还开展了一个名为为苏大强流泪的大赛 如今大赛已经正式开始了 苏大强在后来做的一些事 确实让人感动到想哭 但是看了正在参赛的观众 分享了自己流泪的画面后 这位小姐姐可真的是真情流露啊 双手紧紧掐着抱枕 眼睛哭得都眯成了一条线 这才是真正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巴 话说 这个小哥哥哭得可真是伤心啊 EMMM 哭就哭吧 这个小姐姐还边哭边挠头 我只知道哭能把妆哭话 但是把发型都哭得如此凌乱 是怎么做到的 在我印象中 我看电视到感动的时候也会哭 不过我的哭 也仅仅是落泪而已 但是看完网友们哭的画面 我才知道 这何止是流泪啊 简直就是痛哭 是嚎啕大哭 本来看剧的时候 我也被大强感动到想哭 但是看了网友们晒出的哭的画面后 我的眼泪愣是被憋回去了